本章主要分享的是 英语学习还需要什么东西 那各位做一个想象啊 假设P来讲你有拿到一本书 然后它事实上 它就是拒绝的组成 那传统的部分的时候 我们这些在学英语的时候 我们常会讲一句话啦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达到 边学边用英语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说这个是一本书 那你本身可以从里面学到很多知识的话 那基本上来讲 对你来讲它就是一种用 然后再来它因为它句子里面 有很多在里面 那传统上在读英文的时候 它会有很多障碍在哪里 障碍在两个地方 第一个部分就是单字认识不够多 第二个部分的时候 是认识的每一个单字都没有声音 那针对第一个障碍 如果说你今天认识的是 单字不够多的情况之下的话 现在握的它本身就有这样的一个软体 去协助你怎样 去协助我可以看右手边这个地方 去协助帮你把这个字的同一字找出来 也许说这同一字的部分 你不可能每个字都不认识嘛 单纯我们讲同一字的部分 总是会有一两个单字你是认识的 所以对你在学习一个单字来讲 它的帮助是很大的 也就是说你可以不断复制增加自己的单字 它的功能就有点类似音音字典的功能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针对理解的部分 你针对这个字不懂的话 它会翻译 可能它就一个中文告诉你说 假设children就是所谓的小孩 那在同样的时候 它可能会有其他的意思会给你显示出来 那你可以懂得它的翻译 那如果说基本上来讲 你又懂得它的发音的话 那请问你 你在看一本文章的时候 你最大障碍是什么 其实各位只要这样好好想想 其实几乎都没障碍了 为什么 因为你只要能够拿到一本书 然后再来你就可以去读它 然后你基本上来讲的话 因为单字的部分 你可以借重电脑这个东西 直接按 然后不管它的意思 同一字声音你都可以取得到了 那这样其实你就可以直接吸收 所谓的英文的书的知识 那所以其实剩下最大的一个障碍 这一个 那这个部分的时候 各位仔细想想看 第一个障碍就是你要找到书 那这个问题很小 其实今天在网络这么发达的情况之下 你要找一本电子书 其实它并不会是一件难事 那最大的困难是在哪里 最大困难其实又回到一个古老的问题 就是所谓的语法问题 也就是说当你看到一个句子的时候 你有没有办法清楚的了解 也就是说这句子有那么多字 每一个字的时候 你都找出它意思 可是兜起来这个句子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个地方就会考验到你的语法能力 所以各位在学这个语法的时候 常常我在讲 各位如果说在传统部分 有一种有一种软体叫做文法通 它基本上它那个概念 我个人是非常心肠的 它是怎样 它就很简单要你讲一句句子 那也许你也没有这个句子 它就给你创造一个句子 那是一个中文句子 然后再来它也知道说你单字不行 然后它就把所有单字都给你 你唯一要做的是怎样 只是把这些字排在一起 也就是说按照文法的次序排队 就这样一个很小的要求 那当然基本上来讲 以这样的一个练习来讲 你会显得单调无聊 那我们再回到语言的学习上来讲 如果你可以把一本书 就是说基本上很多句子都列示出来 而且你懂得这些文化规则 你懂得能够把这些字组合起来 产生一个意义的话 其实今天你在学英文 已经不会有任何问题 其实你最大欠缺的地方就是行动 感谢各位收听 如果各位要看到更多的英语语法的技巧的话 欢迎各位看一本书叫做 英语思维大突破 那当然我就是这本书的作者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明毅 谢谢各位